随着老詹加盲骨人,相信大多数詹密也对老詹的新队友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,本天文章主要探讨两个问题,一,英格是如何打球的, 二,英格在詹姆斯到来后可能需要面临的变化,放一组基础数据,展示一下英格拉姆进入联盟两年来的进步,然后进入正题,英格是怎么打球的,身高低长,身材纤细,具有不错的射程,很多人都会把英格拉姆和杜兰特联系起来,包括沈秀琴给出的模板,也是乔治格文和凯文杜兰特,但就比赛观感来说, 我经常会觉得英格拉姆是杜兰特的身材,勒布朗的打法,于是先来对比一下这三人,在二年级时的进攻手段,整体来看差别还是不小的,但如果再略微对比一下,一,三人的转换进攻战比基本一样, 二,比较典型的两下持球进攻手段,面框单打档拆持球人进攻的战比,老战是42.2%,英格是43.7%,KD是29.4%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,英格拉姆的打法相较于最初的模板杜兰特而言,更接近乐乎了,再看另外一组三人在二年级时期终结方式的对比数据,如果阵容不再有电话, 英格可能需要面临的调整努力可能有,一,适当减少发起大差的比重,多做一些弱策接入的终结,二,提高面框单挑的比重和技巧,三,继续发挥转换进攻中的优势,四,优化进攻选择,继续提升投篮能力,五,增强核心力量,提高终结能力, 英格拉姆曾在去年的采访时说过,我想成为一个全面的球员,填满我的数据,不管是抢下篮板,还是抢断,或者是助攻还是得分,建立去填满我的数据,我会试着在场上做所有,我能帮助球队,变得有效率和赢球的事情, 他未来发展的目标,就应该是秃头船,和防守全能的前方,目前依旧还有比较长的路绕走,下赛季争取做一个进攻强点,防守兼兵并在合适的时机完成好支配球的任务。 感谢观看